我叫罗招强 是棕车常客 高速动车组制造中心 调试车间 一名调试工人 我们主要的工作呢 是高铁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工序 我和高铁的缘分 我想用光荣来形容 高铁的发展整个的历程 经过了引进消化吸收 到再创新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能开始一点都不敢动 一点都不敢改 我们一点点的熟悉了解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东西逐渐融入 那么再到我们正向设计 就是我们可以根据我们 中国高铁的运营条件和要求 可以正向的设计 我们的高铁同车组 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高铁工人 是高铁这个大的平台和舞台 让我们成长起来 实现了我们个人的理想 说到春运呢 我本身也是春运的经历者 特别是在我上学的时候 当时这个痛苦的经历 还是历历在目的 特别是从大连回长春过年的话 那么我们至少要坐12个小时的 硬坐车 而且呢 是不敢上厕所的 因为那个从你坐的座位到厕所 那挤满了人 那就是你过去的话 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有了高铁 可以说高铁改变了 中国人出行的方式 也改变了过年回家的这种方式 春运又开始了 我也希望回家过年的朋友们 乘坐我们的中国高铁 我们会用我们的智慧和汗水 来保证我们中国高铁的安全可和运营 为大家提供最好的福 祝大家春节快乐 幸福安康 每个人在鼠年里 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幸福和成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